高雄春天书节每年都以草地音乐会作为开场节目 文化部去年也推动了天空草地榕树下的音乐会 精神都一样 希望民众可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欣赏世界级的演出 其中草地音乐会就让大家席地而坐 欣赏音乐 这个周末音乐家要到新庄演出 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望春风 还有很多经典名曲哦 南投公益文化馆前面的大草皮 突然多了一组管弦乐团 民众在草地上席地而坐 欣赏优美的音符 这是月薪之时举办的草地音乐会 巡回全台各地的公园演出 希望音乐跟民众没有距离 在一个公共区域里面 也有一些优质的音乐的表演的这种惊喜 所以我们在草皮区所帮大家设计的节目 它是非常亲民的 我们是刻意不搭舞台的 所以民众如果高兴 他甚至都可以起来跳舞 从2013年开始的天空草地榕树下音乐会 希望民众可以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欣赏世界级的演出 负责草地音乐会的月薪之时 今年陆续在高雄柏尔 台南巴克里公园 花莲 泰鲁阁等台湾各地带来精彩的演出 每一场的音乐会都没有舞台 制作单位就说 他们希望像播种一样 把音乐的种子撒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4月19号 他们要来到新庄的运动公园演出 除了台湾经典民谣望春风 还有世界知名的莫扎特西游曲 选唱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跟民众打成一片 然后他们所演奏的音乐 以及所选择的曲目 是能够让民众在草地上面 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到幸福的 一边拥抱大自然 一边听音乐 草地音乐会会带给我们不只是惊奇 更舒缓了城市带来的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